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来密音 修正了意 主菩萨万恒 守乐圆经 奸愿法师慈悲 诸位法师 诸位同学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 第87面 心恶 名藏性 及伙大性 那么我们一个大乘的菩萨呢 当我们这念心 从一个向外的攀岩 外在的人士 我们开始回光缓照 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性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成来的真理 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强大的 守能力王三妹的力量 那么这种力量就会开始去破除我们身心的障碍 这当中包括了内在的烦恼障跟业障 也包括了外在的鬼神障 所以我们这念心从有向的分别 而误入的无向的离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障碍开始破除 当然我们讲破障是有两种的差别 第一个是一种 从一种事项的 一种对峙 比方说 我现在起烦恼 那么我就练佛 用佛号的专注来调伏我们的烦恼 这也是也可以 或者说我业障现前 我赶快去拜八十八佛 百观世音菩萨 那么透过对佛菩萨的皈依 来灭除我们的罪障 这个也可以 我现在有鬼神干扰我 持大悲咒 持能力咒 来破除这个鬼神障 也可以 念佛 持咒 拜战 都可以破障 但是这种世修的破障 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斩草不除根 春风吹又生 我们发觉只是在表面上的破障 因为障的根源 你没有找到 所以我们 一直不喜欢身心有障碍 但是我们永远不了解到 障碍是从哪里来 佛法讲 事出必有因 其实障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 我讲实在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障碍 你自己会给自己障碍 但我怎么会给自己障碍呢 所有的障碍 都是我们一念的攀岩心创造出来的 我讲实在话 你不向外攀岩 你没有障碍 我们的身心世界是本来没有障碍 不是说本来有障碍 再去破除 不是这个意思 是本来没有障碍 那我们一念的妄动向外攀岩 然后自己创造很多希望的障碍 来障碍自己 所以你今天修手 那你往上面先知道 我们的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就是一念的攀岩心 所以你今天要破攀岩心 那你就必须要破除他的迷惑 因为他为什么攀岩呢 就产生了迷惑颠倒 所以你看本经 不断的发明生命的真相 你一定要彻底的看出了 生命的根源是什么 拔除了心中的迷惑 然后把攀岩心调伏下来 那么整个障碍的力量 才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一个观念 我们只有自己给自己痛苦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痛苦 也只有自己会给自己障碍 没有人可以障碍你 就是你耐念攀岩心嘛 你自找麻烦嘛 所以说当然我们为什么会去产生攀岩呢 因为我们没有了解生命的真相 所以我们透过经典的学习啊 了解生命的真实相是很重要 这个生命到底是从哪里而来 那么又将往哪里而去 生从何来 死将何去 这个是要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看这个的经题 明藏性即火大性 这个藏性呢 就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 那几呢 就是当下就记足 那么火大之性 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到很多的火 你看第一的众生看到的这个苦恼的火 极乐世界呢 看到的清净庄严的温暖的火 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众生呢 这个记足的火大之性 但是要假借种种这个善恶的业力 才会显现火大之下 火大之性是我们记足的 但是火大之下呢 是由业力把它显现出来的 这叫做藏性即火大之性 那么这一颗呢 有三段 一破旺值 二显理性 三次迷惑 我们看第一颗的破旺值 那么这个破旺值呢 主要有破两种的旺值 第一个是破和和的旺值 那么这个是主要要破的 因为其实这一颗是 承接阿兰尊者的疑惑 阿兰尊者说呢 四大和和 花明世间种种变化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佛陀在前一颗的四颗之文当中呢 破除了非因缘非自然的道理 那么阿兰尊者说呢 那么佛陀说四大的和和 所有种种的因缘变化 那么这个时候产生因缘的执着 这个时候佛陀破除和和呢 也等于是破除了因缘的执着 那么不和和呢 是破除了对自然的执着 所以这一颗等于是 从和和跟不和和当中呢 来破除生命的真相 是非因缘也非自然的 其实是我们一念心显现出来的 你不能说它因缘 你也不可以说它自然 好 我们看经文 阿兰火性无我 记忆诸言 如冠尘中未时之家 以吹窜时守之阳岁 日前求火 先把这个火性的体跟用 先把它标出来 佛陀说阿兰先讲他的体 说火性之体呢 是没有真实的自体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假借种种的因缘 才能够显现火大的相状跟作用 这个是标出了火大的体性 它是无我的 它没有真实的体性 因为他假借因缘深 所以他没有自体 那么第二个呢 在标出火大的相用 说如冠尘中未时之家 以吹窜时 说你可以看一看 你有空可以到到这个 四罗华城当中的 尚未饮食之家 这个家庭还没有吃饭的 那么他呢 以吹窜时 他准备要去烧煮饮食 这个吹窜呢 就是把这个生食 把它煮成熟食叫吹窜 这个家庭还没有吃饭 但正准备要吃饭 那吃饭就必须要活了 古代的社会啊 没有像我们有瓦斯炉 一打开就有火 那么古代的火 是从什么地方来呢 守直阳穗日前求火 在古代的社会要求火了 就是用这个手呢 来抓直这个阳穗 阳穗呢 就是这个铜座的一种禁止 用这个镜子去照料太阳啊 把太阳光的能量加以集中呢 就可以在艾草当中呢 来生火 所以古代呢 是手抓的这个阳穗的 这个铜镜呢 在太阳面前照射 来求火 就是这个阴眼啊 这个火就显现 那这一段呢 先把这个火大的提跟用 给它标出来 这以下呢 就正式的破除 和和跟不和和的相状 我们看经文 阿南 明和和者 如我一如一千两百五十匹丘 今为一众 众虽为一 就其根本 各个有生 皆有所生 世主名字 如舍利佛 波罗门种 悠普平罗 加舍波种 乃至阿南 取贪种姓 阿南 若此火性 因和和有 必守直径 一日求火 此火 唯从尽忠而出 唯从爱出 唯一之来 那么佛陀先破出 这个和和的相状 说假设阿南 这个火大呢 假设是有字体的 说他这种火啊 是有了真实不变的体性 而且是呢 假设和和而来的 这个体性是和和而来的 先做一个这样的假设 那么这以下呢 也做一个辟语了 说比如说呢 我佛陀跟你们这些 一千两百个五十个比丘啊 我们现在共住一个讲堂 而产生一个和和众 你看大家和和在一起了 先挤这个和和的一个相状出来 那么这种大众和和虽然一体 但是我们如果去问他的根本来源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差别的色身 也有他的不同的姓氏 不同的名字 所谓的和和 它是有很多很多有字体的东西 和和而成才对啊 比方说摄利佛尊哲 是婆罗门种 婆罗门是翻成中文叫做 敬恨或者是凡智啊 他们是自称为凡天的后代 以后也希望能够回到凡天去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属于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 尤罗平罗呢 是加塞波种 加塞波种翻成中文叫龟氏 就是他的祖先在山林当中修道呢 感应灵龟啊 富途相应 那么额 按理这个名称 那么阿兰尊哲是释迦种姓 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 和和 它必定是一个 很多很多的字体所构成的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假设这个火大使有字体的 而且是和和而生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必须有它的字体啊 比如说 这是铜镜所产生的火 这是太阳所生的火 这个是艾草所生的火 那么三种火和和起来 才创造这个和和相出来嘛 应该是这样子嘛 也就是说 这个和和应该各有各的字体嘛 有这个铜镜的火 有艾草的火 乃至于有太阳的火才对啊 从这个比喻当中呢 我们知道和和是各有字体的 这一下和和 说阿兰 假设这个火大呢 是决定有它的字体 而且这个火大的体 是假借三种法的和和而有 哪三种法呢 第一个 我们这个人要去执着铜镜 铜镜的火 第二个 一日求火 在太阳当中的照射 去累积它的能量 第三个 有这个艾草的承接 那么这个火到底是从铜镜中产生呢 还是艾草的火产生呢 还从太阳中产生 身为一个有字体的东西 它一定有一个来处才对啊 也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火的和和 才会产生一个和和体啊 那么这个地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设 那么以下呢 正是破除它的和和的字体 我们先看第一段 阿然若日来者 自认烧如手中之爱 来处临目 接应受魂 所以假设这个火大呢 是从太阳而来 若日来者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 既然它能够烧我们手中的爱草 那么太阳是高高的挂在天空当中了 它从远处而来 那么它从空中来到我手中的时候啊 这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树林啊 草木啊 那么都应该被火所燃烧才对啊 因为身为一个太阳 它的热量 它不能选择对象啊 我专门烧你 我不烧它 不可以啊 它既然太阳能够产生火 而且照到你的手中的爱草 那么应该它经过的过程当中的树木草 树林草木都应该燃烧才对 那事实上 中间都没有问题 只有你手中火燃烧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火 是从太阳中来 不对 这不合理的假设 若进中株 自然能以静 出然以爱 静何不容 欲怒守直 上无热相 说是从同静中而出 这个火大是从同静而出 那么这个火大既然能够从你的静子当中啊 那么产生这个火燃烧于爱草当中 那既然你的静子能够产生火 这个静子为什么自己不燃烧自己而把它融化呢 那么一如手指上无热相 一就是弯曲了 事实上 你那弯曲的时候 拿着铜镜呢 那个铜镜 连热的相状都没有 又怎么能够融化呢 这个火从静子中出来 那么你应该先烧到你静子本身才对啊 但是静子本身连热都没有 所以火是不能从静子中出来 若生以爱 就是这个火 我明明看到它是从爱草当中燃烧起来 是从爱草升起 那么既然从爱草升起 我们又何必要假借太阳跟铜镜的双方的这种照射 那互相的接触 然后才能够产生火大的作用呢 如果你是从爱草升起 那你就单独升起就好了 为什么要假借太阳跟铜镜呢 所以这个是不合道理的 所以我们做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 说阿兰尊人你应该对于这个火从什么地方来 你要做一个很详细深入的观察 所以这个铜镜是由手来抓紫的 太阳是远从天空而来 爱草是放置在地上 这三个东西呢 完全没有合合 一个是天空 一个是你手上 一个是在地下 这三个东西呢 根本没有真正的合合 那么火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游行 经历到这个地方而来呢 火从哪里来呢 说日静相远 太阳是掩在空中 静止是 那么这个是放在地上 距离非常遥远 他们两个之间既非是互相的掺杂的合合 也不是上下的结合 所以我们不应该说是因合合而产生火大 这样的合合像是不能建立的 不因火光无从自有 前面是破合合的因缘相 这以下是破除不合合的自然 所以你也不应该说啊 这个火呢 是无因无缘的自然而有 也不能这样讲 那么这个地方的破旺子 主要是破除 和合跟不合合的 这种旺子 当然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讲一下 它主要是在 花明 我空法空的一个无声的道理 这点非常重要 一切法为什么是星球变现 它的基本条件 它不能有字体 这一朵花是有字体 那我的心就不能变化它了 不可以 它离心有它的字体 那你说怎么说是你的心所变现呢 因为它没有字体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它都不一样 你的心态 我的心态 看同一朵花会不同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字体 因为它无声 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切法 是从内心所变现的关键点 在于诸法是无声的 它也不是从铜镜而生 也不是从爱草而生 也不从太阳而生 所以结论密之了不可得 原来是无声 那么你这一段懂了以后 那么后面这一段就容易懂了 因为无声 所以建立了 兴趣的思想 说是显理性 那说是 这个火大是从哪里来呢 是从众生一念心性 本来记住的 是假借你的音眼的造作 而显现出来 我们看经文 如由不至如来藏中 信火真空 信空真火 清静本然 周篇法界 那么既然是火大的体性 是本是无声 那么也就是说 它是有我们如来藏 这个如来藏 就是我们一念心性 因为它本身是不变 所以叫如 那它有这个随言的意 又叫来 这叫做如来藏 那么这个火大 是我们一念心性当中 是信火真空 信空真火 信火真空 是花明这个空如来藏 那虽然它的体性是本来就真空的 本来就无声的 信火真空 它的重点在真空这两个字 那么信空真火是花明 不空如来藏 那虽然它的体性是真空 但是它就记住 使法界染尽的火大之性 所以它虽然是无声 但是它记住这个火大之性 在心性当中 这个讲信聚 清静本然是讲信体 它的体性是清静的 也就是说它是离一切相 它离相的 那么本然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本来如此不假造作 再凡不减再生不争 所以清静本然是指的 它的体性是特别的离相 而且是广大的 那么周遍法界是讲它的性量 它普遍在死法界当中 所以清静本然是指离一切相 周遍法界是指的集一切法 这个心性本具的火大 是离相的是周遍法界的 我们从这个性具 性体性量 就可以知道这个火大的根源在哪里 它是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那我们的心中 是怎么把它显现出来 这下讲出这个火大之相 这前面是讲火大之心 这讲火大之相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具足这个火的体性 那么这个火的体性要怎么表现呢 第一个 跟你心中的迷雾有关系 你对事情的一个看法 你的知见 第二个 你产生一种量 这个是一种让屋的思想 染尽的思想 你透过你这个迷雾的心中 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正面 负面的思维 第三个 行业发现 你去造作一个善恶的业力 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的火 为什么地域里面的火 都是给我们热闹的 你看到了天堂的火 非常的温暖 那因为我们的心 心量不同 我们造的业不同 所以变现出来的火大也就不同 所以也就是说 那你应该知道 世间的人在一处守直同镜 面对太阳的照射 就有一处的火大之相产生 假设你能够遍法界当中 都守直同镜 去面对太阳照射 就遍满世界升起火大之相 而火大 火大之性是遍满世间的 哪有一定的方所呢 哪有一定的处所呢 因为你的心 心是遍满的 所以火大之性也就遍满 有阴言 有这个业力 它随时会显现出来 这个是说明 这个火大 它是一念心所具足 而假借心的业力 而显现出来 我们看忍三的赤迷惑 破除众生跟外道的迷惑 世间无知或为阴言 只是自然性 皆是世心 分别嫉妒 但有言所有都是 那么世间的凡乎外道呢 因为是一种无知 无知呢 偶尔大师说呢 缺乏观照的智慧 叫无知 根据自己的这个妄想 去看事情 没有根据佛陀的智慧 来看事情 所以把它当作生命的火大 是因言和合而生 或者是自然的而有 这个都是我们意识的分别心 产生的种种忌妒 但有言说之相 没有真实的意理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慢慢了解到 生命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变现出来 我讲一个一双筷子的故事 诸位你体会体会 你就有所了解 说是有一天 佛陀派了一个使者 到这个天堂跟地义来做考察 这个使者呢 他首先来到的地义 他看到地义的众生 面黄肌瘦 心情非常的苦恼不安 他就去探讨他的原因 结果发觉 地义的众生在吃饭的时候 他的饭菜也很多 但是地义的众生 那个筷子 是一公尺长的筷子 非常长 所以每一个人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大家抢食物 这个筷子要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塞 但是这个筷子太长了 怎么塞呢 就塞不到自己的嘴巴 所以越吃不到就越热闹 就弄到自己 面黄肌瘦 热闹不安 那么这个使者很感叹 离开的地义 就到天堂去了 看到天堂的众生 精神饱满 心情愉快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他也去想要探讨他的原因 天堂的众生 也吃饭时间到了 他也参加他们的吃饭 天堂的众生 他的筷子 也是一公尺长 但是大家是拿这个菜 夹给对方吃 我夹给你吃 你夹给我吃 大家很快乐 所以大家心情很愉快 精神很饱满 那么这个地方呢 值得我们思维 就是这个这双筷子是什么 这双筷子以本经来说 就是我们众生 这一念心的兴趣的思想 就是我们的心 他的心有一定的规则 他本来就记住 整个使法界的染进诸法 所以这个筷子指的是 我们一念心性 记住使法界染进诸法 他有他不变的体 但是他产生作用的时候 就不同了 你筷子是向内旋转的时候 你就很痛苦了 显现出来是一个苦恼不安的象征 这个筷子它有一定的规则 当它向外旋转的时候 你就心情会长快乐 这个筷子有它一定的自然之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 我们生命的这念心 它的确是有一定的规则 你这念心这个筷子 你哪老是要向内 你想到都是自己 你什么都是为自己着想 自私自利 这念心它一定给你痛苦 保证给你痛苦 你这念心是向外旋转 真的是为功为重 它一定给你快乐 而这样的一种原则是谁创造的 是清净本能周篇法界 不是上帝创造 是本来就是这样 我希望我们先建立一个观念 当然我们要马上说是 牺牲自己成就众生 可能不一定做到 但是你先把观念建议起来 就是说 我们这念心 的确是有它一个异作的规则 你看 你待人处事 领导事 学吃亏 学吃亏 结果你福报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你福报为什么越来越大呢 福报从哪里来呢 不是上天试给你的 因为你这念心 它本来就这个鬼则 你这念心的筷子 只要它向外旋转 它就创造快乐 随众生心 应所知了 行愿发现 你说你越吃亏 结果你福报越大 但是福报是谁给你的呢 是你这念心给你的 你一天到晚跟人家计较 自私自利 结果你越来越痛苦 你为什么会痛苦呢 也是你的心给你的 这个道理 这个地方就讲这个观念 随众生心 应所知了 行愿发现 说是 你从什么地方来 就是你自己的心 变现给你用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生命的痛苦是从哪里来 生命的快乐是从哪里来 这一点你要先清楚 我们有一种很多很多的 不好的习惯 不是马上改过来 但是你先了解 宇宙人生的道理 我们这念心的确有它的 鬼则 你越自私 你越痛苦 你越是吃亏 牺牲奉献 你就越快乐 就像这个筷子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就讲到所谓的 我们这念心是 本来记住死法界染尽诸法 但是要假借四兆的因缘 才能够显现出来 这说明整个生命都是自作自受 是这个意思 看星三 命藏性及水大性 那么这段是说明了 我们现前一念心性 当下记住水大的体性 也就是说水大的体性是众生本具 水大之相是假借众生的四兆 而显现出来 一个是性 一个是相 这点要分清楚 我们分成三段 第一个破旺子 二显理性 三 是迷惑 看经文 当然 水性不定 流息无痕 入四罗 成家壁罗仙 着家罗仙 及波动魔 欧萨多 等诸道幻师 求太阴经 用和幻药 是主师等 一百叶奏 守之方诸 乘夜中水 那么这个水 我们也看看 它是从什么地方来 那么这个水 也是称成体跟幼 我们先看水大之体 说阿兰 水性不定 流息无痕 水大的体性 它本身是不决定的 因为它自信空 所以不决定 为什么不决定呢 因为流息无痕 它有时候流动 流动久了 遇到了石头 它又开始停止 又休息 休息久了以后 又有阴言 它又开始流动 那么身为一个水大 它有时候流动 有时候休息 它是不断不断的变化 没有一个恒长的状态 这个说明 它的体 是自信空的 这一下 讲出它的作用 是因言而有 比如我们在四罗华城当中 有些种种的幻思 比方说 加比罗仙 加比罗仙就是 黄法 黄法就是说 这个人的头发是赤黄色的 他是一种自然外道的一种 他执着敏地 能够生一切法 加比罗仙 这个黄法仙人 或者是卓家罗仙 卓家罗仙 这个幻想中的叫车伦 因为他认为 他自己所觉悟的道理 是特别的圆满 就像车伦能够摧毁 其他的宗派 所以叫做车伦 第三个是伯德摩 伯德摩 欢城中文叫赤莲花 因为这个仙人 他长久以来 是居住在莲花池旁边 来修道 所以就以这个莲花 来安立他的名称 Osato Osato呢 欢城中文叫海水 因为这些人 都是居住 在海水旁边而住 进海水而住 所以叫做海水 那么这么多的 这些大幻师 就是修学幻术的 这些大师 这些都是属于 古德说呢 是属于试水外道 你看古德说外道 有时候试火 有时候试水 专门在修这个水的 那么这些宿水外道呢 这些仙人不但记足武通 而且善用种种的幻术 能够把水变成山 把山变成水 把南重变成泥重 泥重变成南重 他说叫大幻师 他有种种的幻术 那么他们在修幻术之前 要求一个东西来做一种药材 就是太阴金 这个太阴金就是夜中水 夜量所产生的水 这一下下面会说明 怎么叫夜中水 其他的自来水都不可以 一定要夜量所产生的水 那么用这种夜中水 来合合种种的药 来创造它的这种 创造这个幻术的药 做这种幻术的药 那么这个夜中水 是怎么来的呢 这种大幻师 要选择在白夜昼这一天 白夜昼就是在 八夜十五的中秋夜晚的紫时 那么那个时候的夜量 特别的光明 就像白天的太阳一样 夜白如座 叫白夜昼 八夜十五的紫时 那么那些所谓的幻师 这个时候手就抓住 这个方珠 这个方珠就是水晶珠 就把它的水晶珠请出来 然后面对夜量 来吸收夜量这种 阴凉之气 这个时候呢 水晶珠跟夜量接触的时候呢 就产生一种叫做夜中水 而这个夜中水呢 可以来做种种的换药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夜中水是透过这个水晶珠啊 跟这个夜量的合合啊 而产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水大之相啊 是假借因言而生的 我想因言而生 这句话可能有点问题 我们应该说 我们不然说 诸华因言生 这样讲可能也不太好 诸华因言现 因为无生嘛 只是假借这个因言显现出来 所以说是 透过夜量跟水晶珠的合合 而显现出它的水 这样比较恰当 这段是总标 这一下呢 真问言由 此水为父从珠中出 空中自有 为从夜来 说这个夜中水啊 是怎么来的呢 说是从水晶珠里面出来的 或是从虚空当中跑出来的 或者从夜量当中跑出来的 提出三个问 我们看回答的地方 当然若从夜来 善能远方令珠出水 所经淋墓皆因土流 流者何待方珠所出 不流泯水 非从夜降 那么假设 这个夜中水呢 是从夜量所产生的 那么夜量尚且能够从眼方的天空啊 使令水晶珠而流出水来 因为夜量是高挂在天空嘛 它这么严都能够让你这个地上的水晶珠啊 产生水啊 那么由此而知啊 这个夜量的光明啊 所经过的这些树林啊草木啊 都应该要流出水才对啊 因为夜量的水 它不能选择对象啊 它不能够单单在水晶珠里面产生水 其他的过程不产生水 这不合理啊 流者何待方珠所出 那么假使这些树林草木都可以流出水来 那么我们就不必要等待啊 这个水晶珠啊 才流出来了 那么既然水只能够从水晶珠的表面流出 那表示这个水不能够说单独的从夜量里面跑出来 这是不合理的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你这个经过的树林草木啊 都没有产生水 第二个呢 这个水还是要讲解水晶珠的帮忙 所以不能够说是从夜量而来 若从珠珠 则此珠中啊 长云流水 何待中宵成白夜中 说这个水呢 是单独从水晶珠而出了 那么这个水晶珠当中呢 既然能够出水 那应该它要经常的跑出水来啊 白天晚上就应该出水啊 为什么一定要等待中宵 这个八月十五的指食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去承接夜量的光明 那么才能够产生夜中水呢 所以说你说从水晶珠出来 那你就不用等待八月十五这一天了嘛 他应该随时可以出来 所以从水晶珠所出也不对 若从空生 空性无边 水当无际 从人寄天 皆同涛逆 银河富有水入空情 说这个水大是从虚空而产生 那么这样子讲 人生的虚空体性是无量无边 那么所生的水也应该是无边无际才对 水从虚空产生 那虚空是无量无边 那水也应该无边无际 那么如此一来 从人乃至于天 都应该受到水的沉溺 那么我们应该所有众生都在海水当中 都变成水上的众生 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区分 这是水上众生 这是陆地的众生 这是空上的众生 这个水入空三种众生 就没有差别了 这跟实际不符嘛 所以空性当中所生也不合理 我们看总结 所以佛陀要阿难尊者呢 你应该要深入的去思维观察 说是月亮是从天空当中 在那个地方游行活动 水晶珠是我们用手来指尺的 那么承接水珠的下面这个盘子 是由幻师在地上所施射的 这三个东西基本上不是真实的合合 那么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游过来 你看月亮在天空 水晶珠在地下相隔这么远 彼此之间不可能互相的掺杂 也不可能上下结合 那么这个水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 不应水晶无从自游 也不应该说这个水啊 夜中水啊 是无音无言自然而有 这个地方等于是破 它的一个合合相跟不合合相 好